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二天了 感觉要想下雨了 天黑了 妈妈你在准备什么 准备泡几个豆子 今天中午焖苦瓜 焖苦瓜 焖苦瓜 哦焖苦瓜 对啊 红豆黑豆焖苦瓜 那挺有意思的 红豆跟黑豆养生给你养的最好了 妈妈 一个人也吃得很精致的 我妈妈 这个是鸡腿 刚刚给半斤又煮了一个鸡腿 这个鸡腿冷了再给他吃 一个就好了 反正昨天也吃了两个了 别吃太多 半斤啊 好吧 你看他眼睛也碌碌的 叮着我了 半斤你在家里面乖乖的跟妈妈玩好不好 啊小姐今天回去乡下一下 然后明天过来 明天带着标哥过来 跟你见面 跟你玩 好吧 凉快多了 今天没有什么太阳 但是今天应该是想下雨的节奏 没有那么热了啊 半斤你想吹空调就 站在那空调下面就可以了 比较凉快 好吧去吧 去吧 他可能舍不得我了 一直盯着我 直到我在收拾东西 他就转来转去 走来走去了 不过他也知道我今天是不带上他去山下 拜拜半斤 我走了啊 别太想念我了 很快到暑假等佩奇和雨晨 又可以过来跟你玩了 走了回家了 回去跟两个小屁孩玩 时间了已经快到了 到那个桥那边了 他说过了桥马上就到我这里 下来先把东西拿下来 不一定也没有塞齁 不是啊 你一样的钱哦 你说说六十多还是六十多 你们也想吃鲜鸡蛋吗 我们来看看 刘哥在煎鸡蛋咯 给我们吃 只有两个鸡蛋了 只有两个鸡蛋了 好惨哦 鸡蛋都没有了 我们鸡下饭下得太少了 现在奶奶又在包粽子了 已经在煮了 包好了早餐 包了咸正和甜正 包了甜的和咸的对吧 给大姑吃的啊 包给两个姐姐 给她们寄过去的 哇好大一锅充饱 满满的一大锅 好吃吗 好不好吃 有鸡蛋吃的那么开心啊 就剩两个鸡蛋了 就剩两个鸡蛋了 那个母鸡都不想下了 母鸡都不下蛋了 快点吃饱啊 老妈给你装了 好谢谢 谢谢雨晨给我盛了饭了 吃饭咯 下大雨了刚刚 现在下雨之后就特别凉快了 已经煮熟了煮了好久了 煮了应该有四五个小时了吧 有 有 我今天早上才吃了粽子 回来又吃 粽子节就是多粽子吃啊 好大个哦 这个是泰国糯米做的是吧 你看光泽都很好 很糯哦 邻居家的黄皮也长起来了 好大一个 这个是鸡心娘皮哦 它这一棵是老树了 好多年了 四叔家的菠萝蜜也长起来了 好快又有得吃了 粽子都起锅了 我家婆放在桌子上摆满了粽子 她说明天冰起来 然后就可以寄给两个姐姐吃了 因为两个姐姐过节 要上班没有回来 我家婆放在桌子上摆满了粽子 刚刚趁着下雨我就休息了一会儿了 感觉精神多了 现在我和孩子们呢 还有不要搁去镇上买一些水果 天气热我买一些西瓜回来吃 好多树叶哦 掉下来 下雨都吃下去 很粘 煤气吗 有个说车煤气要打气 这么开心 这次妈妈回来就这么开心 我在广西很想你 这是哪里拿来的啊 哪里已经送了 哦送你的 现在没下雨我们待会就出去啊 这两天咯这里 这个昨脸这里肿了 因为牙龈肿痛了 不知道是上火啊还是熬夜变成这样子 只有沛淇姐姐不出去啊 yes 你看雨晨可开心 嗯 还有多少作业没做啊 一点点 一点点啊 那你要明天抓点时间早点起床要把它做完 好吧 因为作业学习是最重要的 妈妈你什么时候走呀 我明天吃饱饭吧 再去惠州 那么快 很快暑假了哦 暑假又可以天天在惠州玩啦 跟半斤啦 跟妈妈玩啦 跟外婆玩啦 来这里买西瓜吧 水果千山 水果千山 来这里买西瓜吧 来这里买西瓜吧 公公在煮饭菜 我该去吃饭了一下 去煮饭菜 去煮饭菜 我和雨晨还有彪哥去逛一下广场 佩琪呢她跟同学去玩了 现在佩琪长大一些了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而且她喜欢找同学玩咯 简简单单的陪伴孩子们 陪伴家人身边也是很开心很幸福的 广场现在挺多阿姨坐在这里 所以待会儿就跳广场舞啦 广场舞啦 广场舞 广场舞 喔 吃西瓜咯 吃西瓜咯 来佩琪 好甜咯 拿个爷爷吃 拿两块吧 拿兩塊給爺爺 很乖來這裡 佩奇棒棒的 放在桌子上 我們要再拿 佩奇和雨晨現在在看電影了 鬼片來的 怎麼這麼恐怖了 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